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那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非常多 关于日治时期的各种主题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处理的 就是日治时期的礼藩政策 那这个关于为什么使用 礼藩政策这个词呢 我们就请薛老师来为我们做说明 是 其实 正常现在来讲的是原住民政策 是 礼藩政策是那时候的用词 只是我这应该说明一下 没有说对原住民同胞有不同的意思 这是很重要 是 那老师可以再帮我们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讲说 日本在统治原住民的时候 为什么他跟对就是所谓台湾人 也就是汉人 他的治理政策是不一样的呢 其实 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初期 是 一面对是说原住民的定位是什么 这可能是更清楚的 我觉得在文献中 他从来一开始没有把他跟 汉人做同等在处理 那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 日本统治台湾初期 他的重心是放在 压制这个 汉人的武装抗路运动 应该是这样说的 所以他面对的像这个开始进入 我们说这个189年 金正结束进入民政时期 要处理 他成立的是福肯署 福肯署其实跟清代福肯局很像 所以很像 他利用建立一些机制 我们等一下再讲 但请注意 有点不一样 清代的福肯局 在那个开山虎欢的时代 有积极开发的意思 日子时代的福肯署 一开始 这个积极面是相对没有的 这点我想应该做一个说明 那有哪些一样的状况 利用汉人通事 这汉人要摆脚 我一个人限制新业者的进入 其实你每天看那个 赛特哥巴来 一段你会看到汉人通事在那边办理的角色 那试着做一些对原住民的部落 的人口风土习性的调查 这些都是有的 但是不要过度的去理解或诠释这件事情 因为这样会搞错 它当时的历史意义 不过我们必须了解 一开始没有很注意是一件事 没有人力进入矿管原住民是一件事 但是台湾是世界最重要的张老的场地 那张老本身就变成是一个有高附加价值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些状况 所以这些状况之下 尤其日本统治台湾的出息是年年亏损 这我们已经讲过了 在俄裔后腾体制之下 它要追求台湾财政的独立 这些状况之下张老就变成是重要的 所以在日本时代它推动这个专卖制度 张老就是属于专卖制度重要的一环 这个时候因为张老的产地 很多是在原住民活动的领域 这个时候原住民活动领域 假如变成影响到相关张老工作者进入 就影响到总督舞的利益 所以这时候它对于原住民 从原本比较没处理 变成要取缔所谓欢海 欢海就是原住民进入原住民活动领域的 汉人或其他工作者产生冲突的这样的问题 所以其实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初期 除了它在初期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针对在汉人的武装反抗运动里头 所以其实就是沿袭清代的福肯局的制度 而成立了福肯署 但是那个所谓的福肯署 好像又是相对比较消极的状态 一直到因为确认了就是张老的利益所在 所以回到殖民母国的政策 是为了争取殖民母国的利益为主 所以才会积极的要去统治原住民居住的地区 是 但是我们要理解就是 这个通宿的发展过程跟清代历史不大一样 是 在日本时代其实它希望说 最好能够让这个汉人在这个 跟原住民的互动过程中 在官方原住民互动过程中 它可以淡化一关角色 淡化角色要怎么说 就是那就是必须要考虑 多用原住民的通知 这关系很重要 所以原住民的 在日本时代教育体系中 是扮演重要角色 我想我们以后会再跟大家报告这一点 是 那他开始统治原住民所采用的制度 好像有叫做爱勇制度 是 那老师可以帮我们多解释一下 爱勇制度是什么吗 其实日本的统治制度都跟清代有点像又不大一样 那爱勇制度来讲其实是类似清代一关爱勇线 一开始的时候是利用这个民间的力量 像台中的林绍棠 苗栗的黄连天 他们这些人同时也经营一些产业 他要保障金 让他自己找人 然后让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军火 来 等于是维持对原住民的这种 半隔离的政策 然后一开始 等于是 有民间的性质多吗 慢慢的 我们讲过 日本是一个近代的帝国 近代帝国跟前近代帝国不一样 私人 这个东西 其实不是很难鼓励的 所以在1900年开始 官办的爱勇线 爱勇支出入来 准备系统管辖 变成这样 这有时候对于来说 爱勇的主要就是汉衡跟俗蕃 这里面包括分化汉衡跟原住民 同时有所谓以蕃自蕃 原住民自原住民的状况 那时候在1903年 台湾总督武器设着爱勇线 在宜兰 深坑 新竹 苗栗 兰头 做一些隔离的政策 其中除了埋设地雷之外 还设置了电网 这段时代大家要记得 去当年用电不是要破片 但是为了原住民 设置了电网 所以电网得要通电 所以为这件事情 日本政府还设立了电厂 发电厂 只要可以拉着电线 电网才变成有效的一种 阻绝还是隔离的工具 对于来说 经济目的是一开始的出发点 刚才说了 所以张老师也是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 那个时代也是避免 汉人跟原住民的太多的互动 包括隔离 避免抗日的汉人跑到山上去 避免原住民下山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 还不算很积极 除了经济利益之外 基本上是隔离为主的一种政策 那老师在所谓的张老专卖制度的实施之下 那是不是其实还是有一些日本的当地人 然后会来台湾进行张老的产业 那那个日本的张老业者 如果是入侵到原住民居住的地区呢 那是否就会产生跟原住民的冲突 可以介绍一下就相关的冲突吗 其实不是日本时代这样 是 在大清帝国时代的这样 所以我们在说清朝的时候的开山抚盘 它很重要的就是经济利益的考量 是其中的重点 特别我讲过 日本是一个近代帝国 对于来说 这个界好像 这个界一开始是它自己画的 是 进去也是一种正常的事情 问题是进去之后呢 原本在清朝的时候 这个原住民跟张老业者那种 整个状况都说 欢租啊 这种东西的救贯 没尊重嘛 有这样一种利益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理解 台湾的土地调查 来对对于这个土地的所有权 其实是比较混乱 我们前面的节目有提到说 一田多竹的状态嘛 所以在原住民的土地上面 也有一田多竹的状态吗 还是说 不是主要是 对原住民的业竹权 是 你请到的欢大株 对 业竹权 这是没有处理 这没有处理 其实最重要的是 当时的冲突很多地方 但是赛下族是大家最常讲的例子 因为在那些地方你要进入 有什么热阿贵 又很有力量 所以为什么所谓南庄宿建 其实就是因为张老业者 入侵到原来赛下族的活动场域 配合当时的日本本土进来 因为那时原本的汉人 因为跟原住民的互动比较习惯 会去注重一些原本的 就来的大家互动的状况 这日本的张老业者其实是外老的 相对于说 这个我的 我就要做就做了 没有注意到说原住民的感受 特别是影响到原住民的这个生存 生计吧 影响到生存的问题 那这个事情讲的就很严肃 所以日阿贵率领他的族人 就等于是包围当时的南庄宿建 那袭击日本的军警 为了这件事情 日方就要出动大批的步兵工兵 因为这是近代化的优势武力 所以赛夏族日阿贵的反抗运动就失败 有这样的时候 所以日本当局还举行了 两次的这个所谓的归顺典礼 归顺典礼是 当然是代表说日阿贵跟赛夏族 对日本统治的降伏 但是这个降伏的事情 也不代表说爱的事不是 一时的镇压是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这个 你要注意这个时候原住民 他也会挺来挺身反抗 1896年 97年不多 98年开始多 你注意看 因为原住民出草吧 还是包围 还是攻击相关的开坑者 实际上我刚刚说还包括军人 军警在内 所以这种情人之下 1898开始要慢慢的 额异后腾体制开始 这个张老的开发落入住中 你看那个死亡人数是多的 死亡人数数多的 商务人数的比较 这很清楚 79166挑691拿到600多 1902年以后 为什么减少 就是日本用优势武力来镇压 所以我们刚才说 日阿贵这个南庄事件 就代表了当时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 但我再说一下 请不要把它转折变成是没有 是说慢慢的它控制 所以它死亡人数就会降低 是 老师那在这个转折之中 应该是说 日本也有针对 就是他们的治理原住民的政策 做出修正 那其中是否有关于就是说 关于翻地问题意见书 老师可以多说一下吗 那是那个辞地六三郎 其实它就是因为南庄事件之后 它就进一步去考察 台湾北部的原住民的状况 然后发表刚刚讲的 关于翻证问题的意见书 这个重点就是什么 他说他把原本日本思考之下有翻地没有翻人 我刚刚讲一开始 对原住民什么位置对日本来说跟汉人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只有翻地没有没有翻人 第二个呢 他开始在想说那原住民的区域要怎么去划分 其实这也不是日本时代才有的 第一我们了解在清代的台湾史我们讲说有生翻 熟翻 划翻 其类似这种情形 这种情形的目的就是说他顺从的状况来做处理 他一开始也没有能力通通处理 所以他整个处理方式就是他先像日阿贵武力阵压 这就安抚 然后用原住民我们说以翻 自翻 然后北境南首是怎么一开始也没有能力做全岛性对原住民的押注 那北境南首其实就是要配合当时的经济利益来处理 所以两个一方面要设立统治原住民所叫的翻地事务局 专责来处理原住民的事务 我想这样是日本当时此地提出了整个的一个见解 好 那关于李帆政策有更多相关的介绍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那老师在前面的节目里头有跟我们介绍到说 《十地六三郎》的翻地意见 那这个翻地意见书到后来就成为所谓原住民的 就所谓的李帆大纲 那老师帮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大纲好吗 这是在1903年开西来十四李帆大纲 他第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要事权统一 所以这个原住民的事务就直接要化归 给这个警察本属的警务课来处理 但是大家要知道在日治时代台湾警察的比例很高 其中最大的变数就是三地警察 把原住民警察去掉 台湾的警察比例就会大幅下降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因为放宽都用办法 所以其实原住民的警察的品质良有不起 特别是从日本本土来的 不尊重原住民的文化 气压原住民的护理 甚至过度劳逸原住民 这都是后来原住民进一步反抗的原因 第三个我们也讲到说 前面讲到那个爱永县 爱永县除了有地雷有火炮控制 甚至还有这个电流电网 就是很重要的一种现代化技术的压制 但是实际上还没有大规模的用武力来揭露 一只要到1907年开始 才进入大规模的武力讨花的阶段 这武力讨花的阶段其实跟这个 是说日阿鬼事件之后的 开始大规模的推动这个 好花是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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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他在1907年开始 他做两个动作 他是胡萝卜以棒子 所以所谓甘若正在说 给你一点好处 你要不要接受我的要求 什么要求 就会在他的活动的场域里面 去设置爱永县 来控制他 那一边呢 他要设爱永县不是说 设爱永县就可以了 你要注意你的爱永县要补给啊 所以他开曝那个道路 这是很重要 所以当时呢 其实总共在台湾北部 我们说主要从北部开始 扩张了从原来刚刚讲的四条 变成十条爱永县 其中包括有一条 要经过中央山脉的爱永县 所以从1910年开始 我们说武力桃是1907嘛 是 从1910年开始 那么以武力桃为中心 去建构了所谓五年的礼欢计划 但这个五年礼欢计划 是在刚刚讲那个甘若政策的设置爱永县 你要发生的嘛 是 为什么 他也是强调这五年礼欢计划 包括因为整个日本的原住民的统物政策 实际上跟原住民的利益是有冲突的 所以甘若政策在1908年 发生七角酸事件 那个阿美族的泰雅族来反抗日本的统治心 就是说这个时候那个胡萝卜的棒子 那棒子就越来越大了 胡萝卜相对就减少 应该就这样说 所以才有我刚刚讲说 整个这个爱永县的推广 务必很重要就是要有礼欢道路 道路要开阔必须武力为根基 因为没有武力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在原住民地域去开空 这个补给道路 然后对于不配合的就武力扫荡 从此开始进行调查跟地图的绘制 所以这时候台湾的3D的地图就比较正确一点 跟之前就会变得不大一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老师如果说一昧的使用所谓的棒子 棒子越来越大 那胡萝卜越来越小 可是必定压迫在哪里 反抗就会在哪里吗 所以是否也有日本 日本的内部其实也有提出说 是否我们用教化的方式来进行政策的实施 应该这样讲 不能一直用武力不断地去压制而已 所以在1914年 这个完井归智郎 已提出的这个釜方意见书 就开始去强调那个同化政策 这包括什么 要教育 用教育来统住那精神 同时要给他一些诱因 一些物质的供给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还是必须要维持一定的 汉人跟原住民的隔离 这指的是在山地 因为等一下 因为我现在看这两个状况 那再来呢 我刚刚说了 对原住民的教育要越来越着重 所以原住民 宽童的教育变很重要 而且慢慢还要去车里面去 提拔栽培原住民的精英 所以譬如说花岗一郎 花岗二郎就是属一 这里面慢慢被培植出来的精英 同时呢 要把一些比较难控制的 在山地原住民 具体能叫做千春 让大量的原住民搬离开 他原来所住的地方 所以当时整个教育来讲 有相当的成果 我想我们可以说从1915年 对照1930年的教育的状况 那个原住民受教育的翻筒 从1235人增加到6990人 这7000周余 这个时候就学率是60% 请注意哦 1930年60%的就学率 那是非常高的就学率 汉人离这儿还找得很 所以说日本在原住民之中 用了很大的力气 那同时他没有千春 没有千里 所以他要改变他那个 整个经济的状况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说 要推动水田耕作 这跟原来的原住民的生活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他1923年 水田731甲而已 1931年1822甲增加倍增 然后呢 整个收获呢 从5097甲变成17035甲 这个成长的幅度有没有 是远大于这个面积的幅度 所以这样子也说 某种程度需要能改善 对原住民的控制 同提供原住民经济生活 相当程度的这个配合 我想这两个啦 压制之外也要给予一些 这些意思 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头 薛老师从日本统治原住民的政策里头 从那个所谓的初期的怀柔跟衰抚 然后一直到后期的 所谓的围堵跟扫荡 再到整个理番政策的转折 就是走向教化 那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我们容待后面的节目 慢慢的介绍 今天民事台湾学堂 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